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 参选人陈廷飞今天上午在将军及官庙成立后援会 台南市议会副议长郭信良、妹妹陈艺珍 市议员侯陈才、谢才望、蔡秋兰、陈秋平等多名市议员 接到场站台 两场活动和只有超过5000名的民众共襄胜举 现场更请来台语歌手乔佑 来演唱多首知名台语歌曲 将气氛烘托到最高点 谢谢 谢谢 请我们支持我们的男人 一起来收看 我们的看花 有大家的支持 有大家的鼓励 天吟是将军的女孩 在这段时间以来 惊悲民众一个角落 大家都跟庭佑说 庭佑你要加油 因为 我们在这段时间 学兵以后 我们知道现在是在打基礎 包括这学兵的这七八年 也是同样在打基礎 在我们后一次的市场 是要计划 这个计划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让我们人民感受到 政府就在我们的主兵 可以来改划 我们人民的问题 这是非常重要的 李伟陈廷飞喊出 行动政府解决边缘化的口号 希望能用着行动政府的精神 确实解决边缘化的问题 用我们的行动力 和决心 表示我们希望可以 尽力基礎 听到基礎社医院 用熬岸会 来代表我的行动 希望每一刻 我们都可以听到 我们所有基礎的输入 为大家来打招 行动政府 要解决边缘化的问题 我真的用行动 来表示我参与的决心 陈廷飞也借由这个机会 替政府向民众说明了前瞻计划 他指出台南市在前瞻计划的经费 就占了1000亿以上 水环境建设315亿 轨道建设611亿 数位建设100亿 绿能建设162亿 以及城乡建设等共1000多亿 陈廷飞今天上午联跑两场活动 有如苦行僧一般 他不仅握住每位民众的手 也将他的热情传达到每个民众的手中 记者黄冠埃台南采访报道